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9月30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我想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北溪1号、2号供气管线被炸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最近这两天,全世界人民都成了侦探了 都成了福尔摩斯或者大侦探柯南 都在分析这件事情是谁干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分析上这样的凶手是谁 首先我们就说谁有动机,对吧 第二我们就说谁有能力 第三我们就说谁受益,从这几方面来分析 那么这两天普遍的大家来分析这件事情 都把矛头指向了美国,都觉得是美国干的 其实有很多人第一时间就觉得就是美国了 那么这个事情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德国了 德国不仅仅说得到供气完全没有了希望 它还是北溪1号、北溪2号的这两个项目 这些财产的所有者或者是部分的所有者 所以德国是最大的一个受害者 那么德国呢现在就非常的气愤对这件事情 德国呢他们自己还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民意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有94%的德国民众认为这件事就是美国干的 6%的人认为这是俄罗斯干的 那么很显然呢他们这个民意调查的问题呢 等于说就给了德国人民两个选项 一个选项呢就是德国干的 一个选项呢就是俄罗斯干的 那么德国人民就选择94%是美国 加6%的人是俄罗斯 加起来就800% 很显然没有给他们别的选项 那么做民意测验的这帮人哈 他们是一个什么用意 就只把美国和俄罗斯作为选项呢 实际上呢全世界大家就说坐下来分析的时候呢 其实还有其他的嫌疑人 其他的嫌疑人呢就包括乌克兰 包括英国还包括波兰 那么德国的人民意调查呢都没有把英国波兰和乌克兰放在里面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呢 是不是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呢叫群众的眼睛是血量的 那么德国人民的眼睛血量不血量啊 我们认为呢德国人民的眼睛还是血量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哈 我们大家在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都在分析一个是动机一个是能力一个是受益 其实呢还有另外的一个警察当去抓这个罪犯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你的在场和不在场证据 那么随着事态的发展呢 现在呢我们就知道啊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出事的这个现场啊 它是美国或者是北约他们所控制的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是他们控制的耶 俄罗斯如果想进入这个地区的话呢 或者说不能够 或者说呢 他如果进入这个地区的话呢 美国和北约是会大肆的渲染的 就是他们会知道的 他们是监视这个地区的 之前的时候俄罗斯不管是水面舰艇 还是潜艇从那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呢 美国和北约他们都会大肆渲染 可是这点时间以来 美国和北约有渲染吗 没有 他们并没有报道说 俄罗斯在这段时间 有水面舰艇或者水下舰艇到那个地区去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俄罗斯有不在场证据 不在场证据啊 你如果没有实际接触过一些刑事案件的话 你起码会从电影电视里面看到过吧 你会从那些侦探片或者侦探小说里面看到过吧 任何一个人如果你被列为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话呢 那么你如果能够找出来能证明你在案发的时候你不在现场那你这个人就宅出去了 是不是 那么现在的这个信息呢就指向俄罗斯有不在场证据 他当时不在场 所以向德国哈给他的民众这两项选择 我觉得他的这个恶意满满 我觉得他有可能 他们预见呢 他们德国人民可能是因为对俄罗斯的那种情绪 他们有可能是主观上就会选择俄罗斯 或者说呢 他两家持平 或者是呢 他们就想测试一下看看他的民众呢 有多少人会把手指呢指向俄罗斯 结果呢 我相信这个结果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94%的人认为是美国 只有6%的人认为是俄罗斯 那么德国人如果说他们掌握的这个信息 就是说那个地区是美国和北约控制的 俄罗斯呢根本去不了 或者是俄罗斯要去的话呢 美国和北约一定是有反应的 那么那6%说指向俄罗斯的 还会指向俄罗斯吗 我就很怀疑 我就很怀疑 另外如果再报了他们一个信息 在那个时间段 美国的军舰以及美国的直升机 在那个地区一直在那个地区 长达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一直到这个爆炸事件发生的第二天 美国的军舰才离开 那么这6%的德国人还会认为俄罗斯干了这件事吗 对不对 好 就算是6%的德国人认为俄罗斯干了这件事 和那94%的人认为是美国干了这件事呢 简直就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我们看到哈 第一时间出来说 只认美国的就是波兰的那个美国猪队友 他出来说 谢谢你美国 还发了那张图 谢谢你美国 那他就是指向美国 我昨天就说了 这个人哈 他最好能发一个不自杀声明 否则的话 他就危险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觉得哈 他有可能之前的时候啊 有一些人是知情的 也许美国说呢 我什么时候我具体 我搞这么一个方案 说我弄水面舰艇 或者潜艇到这个地方 我往水里面 抛一个无人的潜航器 往里面就抛这个鱼雷 或者是水雷 那么这件事情呢 可能啊 不会有太多人知道 那之前呢 会不会利益的相关方 或者是对北溪一号 二号 立足反对 这两个项目的相关方 他们讨论过 如何来破坏 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 可能是这件事情呢 有很多人知道 比如说波兰的那个前外长 他以前他有可能就参与过 这样的讨论 以前他们就在一块讨论过 我们如何把这个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给他破坏掉 结果呢 现在就出现了这事 所以波兰的那个前外长呢 他立刻就想到了说 哎 美国想说好主意来了 那美国现在有了好办法了 并且已经实施了 给他炸毁了 这下达到目的了 所以呢 他就发了那么一个推文 那么我们就知道 第一时间还有一个人呢 他站出来 发表了一个声明 或者说发表了一个言论吧 就是冯德莱恩 冯德莱恩他第一时间 他就说呢 这件事情呢 一定不能善把甘休 一定要彻查到底 这是冯德莱恩说的 那么我当时呢 我就觉得说 哎 这冯德莱恩呢 他是不是说呢 脑子一热 当时他判断 他以为是俄罗斯干的 所以说呢 哈哈 你俄罗斯现在 你玩这种危险游戏 我一定要给你彻查到底 啊 我当时呢 我就觉得说呢 冯德莱恩有可能是 头脑一热 我们就看他后面 他还是不是 立主彻查 如果他不立主彻查呢 就是他当时呢 头脑一热 其实呢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冯德莱恩说这话呢 他并不是头脑一热 他事先呢 他就知道 他知道都有谁 想搞掉这个北溪一号 和北溪二号 毕竟呢 美国在一月份的时候 和二月份的时候呢 包括他的国务院 包括拜登这个总统本人 都表达了 要毁掉北溪二号的那种意愿 对吧 毕竟他们都表达了这个 那么他都公开表达了这个 私下里面像利益相关方 像英国 美国 波兰 还有乌克兰 他们会不会就在一块讨论这件事 他很有可能就在一块讨论这件事 那作为波兰的那前外长呢 他可能呢 不那么老谋深算 所以呢 他口无遮拦 就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但是呢 冯德莱恩是一个资深的一个政客 他有可能会比较老谋深算 他看到这个以后呢 他马上想到了 说即便是美国做了这件事情的 我们到最后呢 也要把这件事情 栽赃到俄罗斯的身上 否则的话 全世界都会把矛头 就指向美国 也没准英国 也没准波兰 也没准乌克兰 啊 就是说呢 他说那话呢 并不是头脑一热 而是呢 他有那么一个方向性的 他这个方向呢 就是要把俄罗斯作为这件事情的一个替罪羊 那么关于你的动机啊 你的能力啊 你的受益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不可改变的 那么俄罗斯现在还出来了不在场证据 那这个不在场证据呢 就排除俄罗斯 排除俄罗斯呢 就肯定了美国 那么我现在就看到呢 他们就在破坏俄罗斯的这个不在场证据 他怎么来破坏这个俄罗斯的不在场证据呢 好 我们看那些侦探片 我们看那个一个杀人的事件哈 我们来锁定哪一些人他有这个嫌疑 除了我们说呢 谁在现场出现过 还有呢 就是你的不在场证据 那你的不在场证据呢 一定得说我在那个时间案发的时候 我在场 那是我的不在场证据 那么这个案发的时间如何来定义 对吧 案发时间如何来定义 一般的来说呢 我们会说一个死者 我们会根据科学来判断 他那个血液呢 冷却的时间有多久 就是他死了多久了 如果说他是在三个小时之内死的 你在这三个小时之内 你在其他的地方的话呢 那你就有了不在场证据 如果说呢 他是在十个小时之内死的 那么你是在三个小时之内 你不在这个地方 就不足够排除你 对不对 那么我今天就看到哈 英国就出来了 英国出来发言 英国说什么呢 他说啊 这个炸弹呢 是什么时候放的呢 说有可能是几个月以前放的 也有可能是几年以前放的 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哈 已经是公认了啊 这件事情呢 就是国家做的 不可能是个人做的 那么大家也公认了呢 这是往那个地方放的这个炸弹 有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 好 这是大家的共识 那么现在英国呢 就利用这些现有的信息哈 他就说这是一个定时炸弹 那定时炸弹是什么时候放的呢 他很有可能是几个月以前 或者是呢几年以前 请注意啊 他就把这个作案的时间呢 扩大了 他这样把作案的时间一扩大 好 你就不能锁定美国了 美国呢 是近几个月以来呢 就在那个地区 或者是这个一个月之内 这一个月之内 好像从9月3号吧 还是9月5号哈 他那个舰艇就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那么他这样一来呢 就把原来锁定谁在现场呢 就给他扩大了 扩大以后呢 就把这个嫌疑人的范围就扩大了 就把俄罗斯也包括在里头了 英国呢 这是我认为这就是不打自招 不打自招 为什么要出来这样来说这些话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些引导性的言论 就是要引导公众的事件 还造一些谣 说俄罗斯啊 现在在战场打败了呀 然后呢 他就是想用这样的一个事件 来引开公众的注意力呀 等这些 这些真的是不足够 这是动机对吧 这个动机呢 真的不足够 俄罗斯有不在场证据 不在场证明 他有 那么会不会说是很久以前 几个月之前 甚至几年之前呢 我认为不会 这个事情呢 他选择的这个时间点呢 是根据这个事态的发展来选择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这是一个比较最佳的时间点 而且呢 把这个时间点给他造成时间点的这些事件呢 都是最近发生的 而并不是之前发生的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是一个时间点呀 并不是说俄罗斯现在败了 俄罗斯现在胜了 俄罗斯现在胜了 俄罗斯现在呢 已经把这个四个共和国已经是囊中之物了 在俄乌这个战场上啊 是俄罗斯赢了 现在还是说乌克兰赢了 这个全世界呢 心里都很清楚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啊 然后呢 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 现在呢 就是说欧洲这个能源危机 这是美国想要的 美国苦心经营 对俄罗斯进行能源的制裁 鼓动这个欧洲 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欧洲已经都进行了12345 现在到第八轮制裁了 那么欧洲呢 进行这第八轮制裁的时候呢 他进行不下去了这两天 因为呢 到冬天的时候呢 眼瞅着欧洲啊 这个冬天啊 要过不去 那欧洲他要过不去了 那他会怎么样 他会妥协呀 他会妥协呀 现在欧洲的那些人呢 就是每个星期啊 都在抗议 那么前几周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在周末进行抗议 可是现在呢 他们不仅仅周末抗议了呀 他们平常也有人在抗议 因为这个冬天呢 要过不去了 那么在德国呢 就有人提出来呢 就要恢复那北溪二号 为什么提出来恢复这个北溪二号呢 不是恢复啊 因为北溪二号从来都没有开放过 就是要启用北溪二号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现在把北溪一号也给他掐断了 对不对 那么德国有些人就提了 那既然是北溪一号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启动北溪二号吧 对不对 那北溪一号呢 是俄罗斯其实 他提出来说 我就需要进行检修等等 他并不是说我就是给你关了 我就为了制裁你而给你关了 也不是 那么俄罗斯就说呢 他是有原因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谁最害怕 美国最害怕 美国最害怕这个欧洲活动心眼 对不对 你说这些是不是一些 dynamic的就是这种互动性的 临时性的一些因素 促成了这么一个局面 在几个月以前 甚至几年以前 是预料不到这一点的 所以呢 这个水雷呀 或者鱼雷呀 不可能是几个月以前 或者几年以前就在那部署好了 是不可能的 那么英国呢 试图想毁灭俄罗斯的这个不在场证据 我觉得这个呢 正好就是不打自招 就是他极力的在掩盖事实的真相 如果他极力的想去制造一个凶手的话呢 那他就是在那极力的掩盖这个真实的凶手 为什么要掩盖这个真实的凶手 这个真实的凶手一定是跟他有关 或者他本人 或者是跟他有关 因为在当时呢 美国的舰艇和美国的直升机 在那个地方活动 所以说呢 你没有理由来说呢 是美国出这些设备 让别人来实施 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 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不对 我给你出 然后让别人实施 你自己实施不就完了吗 反正你也脱不了干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种假设 就是说美国雇英国 或者是雇乌克兰 或者雇波兰 我觉得这些呢 都不大成立 就是美国自己 德国内94%的民众呢 眼睛是雪亮的 雪亮的 英国现在呢 试图就出来 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呢 泼污到俄罗斯的身上 我认为呢 明眼人分析一下 是不可信的 反而是更坚定了 我对美国干的更清楚一些了 更坚定了 我对这个判断 那么美国方面是什么情况呢 那美国方面呢 俄罗斯就说了 你拜登在2月份的时候 你已经说了 跟媒体说哈 如果俄罗斯来攻打乌克兰的话呢 你们就会毁灭那个北溪二号 那么当记者很吃惊的问他说呢 北溪二号又不在你的控制 你怎么来毁灭他 然后他就说 我向你保证 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那么俄罗斯就说呢 美国你需要给个解释 美国需要给个解释 那么现在呢 也确实是这样的 有很多的记者呢 就去问这个美国 那么今天呢 有一个视频就在流传了 拜登呢 在一个场合哈 有记者来问他的时候呢 除了讨论他美国 本身的一些问题以外呢 然后就问他说 关于天然气管道 被炸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拜登呢 他立刻就是说 他说那跑题了 说我们就讨论重要的事情 那那个记者就是说呢 哎呀那件事情 难道不重要吗 那件事情很重要好吗 然后他就说呢 哎我们就讨论国内的事情 我们美国国内的事情 更重要 然后他就走了 就说他对这件事情呢 都避而不谈 避而不谈 他根本就不给这个记者 这种机会 接下来如果讨论的话 记者一定会问他 再追回其他的 他以前说的那个话 一定会追着他 他一定是呢 说不清楚 他解释不清楚 不能够自圆其说 他所以呢 他完全避开 来讨论这个话题 我认为老拜登的 这个表现呢 也是一个不打自招的 一个表现 那么这件事情 到最后他会怎么样呢 我昨天已经说了哈 就算是所有的迹象 所有的人都认为是美国 那么美国也绝不会承认的 绝不会承认的 那么美国只要不承认 那么美国那些狗腿子 是绝不会指向美国的 绝不会的 你还比较说这件事情呢 很难有铁证来证明是美国干的 你就算是以前 铁证证明是美国干的 美国就伤害了欧洲的利益 那他们是如何表现的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丹麦捅出来的 丹麦曝光 说美国和丹麦合作 来监视欧洲的这些国家领导人 以及他们的政客 其中就包括默克尔 包括马克龙 对不对 都监视他们那手机啊 什么都监视了 那当时呢 这是铁证吗 这是铁的事实了呀 那么德国呀 还有马克龙啊 当时他们就表示说呢 哎呀这件事不可接受 应该给个说法 结果之后呢 就不了了之了嘛 连道歉都没有道歉 默克尔和马克龙 也都不言语了 对不对 默克尔还等于说是欧洲最强硬的一个政治家呢 天娘子啊 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更何况现在呢 默克尔已经下台了 德国是一个软骨头的朔尔茨 还有那些个亲美的那个联合政府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他们不可能来指控美国 另外呢 就是法国啊 法国之前呢 美国就把他的那个 好几百亿的那个潜艇的大单抢走了 法国呢 还生气 法国甚至还召了他们的大使 把他大使从美国召回来了 结果后来怎么样 后来怎么样 后来马克龙又成了拜登的小老弟了呀 跑前跑后的 对不对 现在就是一个狗腿子啊 所以说呢 这事啊 到最后哈 你绝对不可能会去把这件事情呢 说指向这个舆论呢 千夫所指 美国不可能 根本就不可能 那么会不会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千夫所指俄罗斯呢 没准 没准的 因为美国特别善于搞这种污蔑 搞这种舆论战 更何况呢 如果欧洲配合他的话呢 那么他到最后 现在英国就出来配合了呀 我前面所说的 对不对 就出来配合了呀 还有波兰的那个猪的友 他已经把他的那个推特删了呀 都配合他 对吧 来指控这个俄罗斯 如果到最后 他把俄罗斯的声音 全部都屏蔽掉 把中国的声音 把这些正义的声音 帮助俄罗斯说话 分析俄罗斯不可能的这种言论呢 全都屏蔽掉的话 光剩下那些指控俄罗斯的 有可能到最后就是这样 就是说 现在扎波罗斯那核电站 那个不就是吗 是不是 联合国来了以后呢 有利于乌克兰的 那些话呢 他就说 不利于乌克兰的话 他就不说呀 对不对 那个炮弹到底是谁的 对吧 那是地面的攻击 好吧 那炮弹就在那好吧 联合国的官员 在那的时候 扎波罗斯核电站 还继续遭到攻击呀 对不对 你当时就去看 这炮弹是谁丢的 不是很显然是吗 但是他不去呀 他不去 那么天然气管道的事呢 也有可能到最后会这样 但是 如果是真这样的话呢 真的非常危险了 美国呢 就是错上加错 这个事情呢 已经很错了 全世界释放一个 特别不好的信号 俄罗斯就说 这就是国际恐怖主义 我不知道 俄罗斯为什么说 这是国际恐怖主义 不是国家恐怖主义吗 直接就指向美国呀 俄罗斯呢 可能也不太 在没有铁证的情况下 可能也不想 把这焦点 引到自己身上 哈 我看俄罗斯 好像指出来一说呢 这是昂格鲁萨克逊人干的 昂格鲁萨克逊是谁呀 昂格鲁萨克逊 那可能的就是英国和美国呗 对不对 就是五眼联盟 就是昂格鲁萨克逊啊 那不可能是加拿大 不可能是澳大利亚 不可能是新西兰 那就是英国和美国 但是呢 俄罗斯并没有直接指控说 你英国和美国 你们两家 就是这两家干的 对吧 说这是一个国际恐怖主义 这就是一个恐怖主义啊 这给那些恐怖主义一个信号 那些恐怖主义说 哇你们都可以干我也可以干呀 你干大的我干小的呀 对不对 对于那些恐怖主义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信号 就是一个鼓励 就是说你这件事本身呢 已经造成这种效果了 然后呢 如果你再去污蔑俄罗斯啊 俄罗斯没有干这件事 你就愣要污蔑俄罗斯 那俄罗斯要逼急了的话 既然是我没干 你说我干的 那我不如就去干了 对不对 我也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 我弄一个潜航器 去炸个管线什么的 我没有这能力吗 啊 咱们这些网络 怎么能够我在北美 我跟我妈就打电话呀 视频呀 怎么都行的 不就是那海底电缆吗 对不对 那这个天然气管道可以炸 那海底电缆不能炸呀 有太多的可以炸的东西了吗 对不对 你英国那么一个岛 那你跟外界怎么联系的 你不得是海底电缆呢 如果说真的是就从现在开始就比着干这种事的话 那这个世界你说是不是麻烦了呢 这个视频呢 我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祝贺我们的祖国 国庆节快乐 在这个内容里面呢 我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统一台湾 那么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俄罗斯啊 今天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那就是呢 他们把乌克兰的四个共和国并入了俄罗斯 那这件事情呢 是中国是如何反应的 美国是如何反应的 未来会怎么发展呢 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中国呢 中央电视台今天又发布了一个大消息 就是关于中国大飞机C919 又有好消息传来了 好 现在呢 我们一项一项的说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 明天就是中国的国庆节了 那中国呢 又会放假 这回应该是一个大长假吧 应该是这个周末 在家下个礼拜的整个一个礼拜 对吧 应该是一个大长假 那祝国内的朋友们 这个节日快乐啊 好好的享受你们这个大长假 这个长假呢 是特别好啊 就是这个气温呢 不高不低 是不是 然后呢 因为是一个秋天嘛 秋高气爽 然后很多的叶子呢 都变了颜色了 虽然呢 不像春天一样 各种的花儿开放 但是呢 那叶子变色啊 也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之前的时候呢 很嚮往像加拿大的 是枫叶之国 一到了秋天以后呢 叶子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叶子呢 很赏心悦目 那么中国现在的绿化呀 搞得是非常的好了 中国呢 森林面积呢 越来越大 那自然到了秋天的时候呢 也是各种各样的叶子呢 就变色了 也是非常漂亮的啊 大家好好的享受吧 那么下面啊 我就想讨论一个话题啊 在中国国庆的时候呢 我们还应该想到 中国呢 已经是建国73周年了 但是呢 祖国还没有统一啊 祖国呢 现在还是分两个部分的 那整个的这个台湾岛呢 现在他们还在搞事啊 虽然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 但是呢 他们也是坚持他们这个台独的路线呀 而且呢 在美国的捣乱的这种情况下呢 貌似台湾统一好像是很困难 或者是呢 很多人悲观的来说呢 觉得好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 其实呢 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悲观情绪 很多人呢 甚至对中国政府呢 产生了怀疑 觉得说呢 中国政府里面呢 现在是不是被这个汉奸的恨国党所把持 或者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呢 是汉奸和恨国党 我呢 前一阵子给大家读了一篇 复旦大学战略研究院的一个执行院长的一篇文章 他那篇文章里面呢 就是说呀 中国和美国呢 这两个大国的博弈呢 现在是在一个相持的阶段 那么相持的阶段呢 就是摊牌之前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个相持的阶段会有多长的呢 一般情况下呢 他会说 如果说没有特殊情况发生的话 那这个相持阶段呢 会有30年 而且这个30年呢 会分三个阶段了 第一个10年 第二个10年 和第三个10年 到30年的时候呢 这个相持阶段呢 就结束了 两个国家的这个博弈呢 就分出来胜负 很显然呢 到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胜了 那在这个中间 如果发生一些特殊情况下的话呢 那么两个国家呢 这个相持阶段会提前结束 也就是呢 提前摊牌 那么这个摊牌呢 一般的来说呢 应该是指这个台湾统一的这件事情 那么台湾统一的这件事情呢 如果中国武统台湾 而美国呢 又插手这件事 那美国插手呢 其实有两种形式呢 一种形式呢 就是出兵 另外一种形式呢 就是不出兵 那么今天我还看到啊 美国说是 对这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国家呢 进行了一个民意调查 说是 不知道他们都包括哪一些国家 说现在呢 这个民意调查就问这些国家的这个老百姓 就是说 如果说中国武装统一台湾的话 你是支持出兵呢 还是支持用其他的方式 像经济制裁这样的方式来参与这件事 那么绝大部分的人呢 给出来的他们的心声呢 都是不主张出兵 那么今天呢 我还看到美国的好像是纽约时报吧 还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就是质疑拜登最近的四次表态 拜登四次表态呢 就说如果中国武统台湾的话 那美国会出兵 纽约时报呢 就质疑这个拜登 说你这四次表态呢 很显然呢 你就是说大话 根本就办不到的 从各方面就办不到 从现实你就办不到 从军力部署这方面来说呢 你就办不到 你如果参与的话 你是如何参与啊 你在日本呢 你不过就是3.5万的这个驻军 那你在韩国呢 不过就是2.3万吧 驻军 你加起来呢 不过就是5万多的这个驻军 那你如何来参与这件事呢 对不对 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还有呢 美国国内的这个老百姓呢 也都不支持这件事情 那从国防的这个支出这方面呢 美国呢 也不愿意来出这笔钱 所以呢 拜登虽然说四次表态 但是这事因为他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拜登这四次呢 也等于说呢 就是说大话 你拜登现在外交 就靠说大话来支撑了 那你这个外交是非常失败的 这是今天我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啊 发表的这篇文章 那么这两天呢 也有网友啊 也跟我一块 我们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 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武统台湾啊 如果这样无限期呢 难道等三十年吗 其实我认为啊 也不见得会等三十年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前两年的时候啊 就在2021年之前的时候 我们中国政府呢 经常提出来说 两个一百年 对不对 而且呢 提出来呢 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使命 那么第一个一百年 就是建党一百年呢 这已经都过了哈 那么第二个一百年呢 就是建军一百年了 那么中国的军队呢 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我们是在1933年的7月11日的时候啊 就确定了1927年8月1日 那个南昌起义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的日子 那每一年的8月1日呢 都是中国的建军节 那么中国军队一百年呢 就是到2027年 就是中国军队一百年的生日 对不对 那么中国共产党 在建党百年的时候呢 搞了一个系列的这种纪念的一些个 各种形式的纪念吧 那么在这纪念里面呢 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呢 不无使命 完成了很多的百年的历史使命 对不对 那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的时候呢 必然会要提到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一百年 完成一些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当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一百年当中呢 这个军队呢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呀 那么在1927年的8月1日南昌起义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了解不了解 那次行动 他的口令就是山河统一 那会儿提出来的口令就是山河统一 那么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就是 那到建军一百年的时候 如果这个山河还没有统一的话 会说得过去吗 是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的 这个历史使命就没有完成呢 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吗 所以呢 我认为啊 2027年8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百周年的这个生日的县礼 就是祖国统一 就是祖国统一 他不会是说在那一天打响统一台湾吹响这个冲锋号 因为你要吹响这个冲锋号的话呢 你还不知道你结果是什么 对不对 你这个县礼 你得县一个结果 不是县一个开始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认为中国统一台湾一定会在 2027年之前某一个时间点 某一个时间点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统台湾的时候呢 到那个时候那个口令呢 一定和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口令呢 是一样的 就是和山统一 大家记住这一点啊 好 现在呢 就是关于中国什么时候武统台湾 我认为呢 就是快乐 快乐 在未来的五年之内 在建军一百周年生日的时候呢 一定是已经统一了 兴奋吗 高兴吗 期待吗 很期待 对吧 非常期待 那么这两天呢 有网友啊 就非常沮丧 跟我就讨论啊 觉得哎呀 太沮丧了 就觉得现在呢 我们被美国欺负成这样 然后呢 好像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呢 王毅所提出来的那五个确定 好像就是向美国低头啊 就去求美国啊 我们现在应该是很强硬啊 跟美国对吧 叫板啊 正面对冲啊 对撞啊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骨气啊 怎么能去求他呢 这事是这样的啊 我认为啊 我们很多的网友呢 特别的忌讳说啊 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进入了美国的语境啊 让美国说什么 我们就配合什么 很忌讳这个 但是呢 现在呢 事情就是这样的了 那么我呢 通过这一段时间啊 我的研究 我就觉得说呢 美国这些年以来呢 在世界当中啊 在冷战之前呢 世界是一个两极的世界 两个超级大国 一个是苏联 一个是美国 那么冷战结束以后呢 就剩了美国一家独霸 他一家独霸 然后呢 他给这个世界呢 建立框架 他给这个世界呢 建立规则 对吧 全世界用的这个货币呢 都是由他来发行 主要是通过这个货币的发行呢 他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用这个货币 他就统治了整个的世界 有的时候呢 他就只是加加息 降降息 发行货币 然后呢 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啊 说种韭菜呢 就种韭菜 说割韭菜呢 就割韭菜 也是通过这么一个方式呢 把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呢 经济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给你整垮了以后呢 他就告诉你说 你这个呢 就是你这个制度不行 你得用我的这个制度 他就在世界上呢 通过推行他的这种经济的这种体制 来达到他推行他政治模式的这种目的 那他一直在全世界呢 还是比较顺的啊 直到他遇到了中国 现在呢 他就要把中国拿下呢 他就始终是达不到他的目的 那达不到他的目的 他就找原因 为什么呀 现在呢 他所建立起来的这种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 还有这个政治全球化 联合国什么的 对不对 这些东西 他就发现呢 哎 这个中国在这里面呢 他就发现呢 好像中国就依赖这个全球化呢 好像这个全球化对中国更加有利一些 所以呢 现在他就推出来说呢 想去全球化 知道吗 他就要去全球化 那中国呢 现在就跟他抗衡 中国呢 因为这个全球化对中国现在也非常有利 对全世界非常有利 中国不像美国那么自私 美国呢 就是考虑的自己的利益 但是中国不是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是希望来打造全世界的全球命运共同体 和美国是不一样的 那么中国呢 他就有这么一个远大的目标 但是呢 美国他就想维持住他自己的霸权 在中国的远大目标当中呢 其实台湾的这一项任务呢 显得微不足道 微不足道 但是呢 对于美国来说 拿台湾来对付中国呢 却是一个比较好使的棋子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会看到呢 美国就是在拿台湾说事 可是呢 中国却有好几个方向 美国只有这个方向 如果中国就去只解决台湾问题的话呢 等于说就掉入了美国的陷阱 中国有中国的目标 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说呢 就是燕雀安之洪湖之至 一点都不夸张 真的 一点都不夸张 现在呢 感谢美国又把这个俄罗斯 推到了中国的这个阵营里面来了 那么中国呢 在世界上并不是孤军奋战 而有俄罗斯这一个盟友 这不是和军事上的盟友 一个异议的盟友 这是一个层次更高的一个盟友 格局更大的一个盟友 那现在印度呢 还在这里呢 左右摇摆 他还在摇摆 因为印度他传统上 对中国的那种认知吧 反正各种的原因 他一下子 他不能够接受中国 是在他上面 或者是在他上游的 那么一个盟友关系 他不愿意去承认 中国给他带来的那种压力 这种压力不是像美国的那种大棒上的压力 而是中国的优势给印度所带来的这种压力 他心理上呢 是不容易接受的 但是呢 如果慢慢慢慢的 他也应该会接受这一点 就是中国的这个努力方向呢 就和我前两天所读的那篇复旦大学的那个执行院长 他写的那篇文章一样 和美国之间呢 现在就是尽量让他呢 配合你 现在不是说中国配合不配合美国 中国是不配合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战略目标 要打压中国的 对不对 中国的战略目标 是让美国配合中国 那么王毅说的那几个确定呢 那我们不妨再重新的回顾一下 王毅就说呢 一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前景是确定的 中国确定了我自己发展 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前景 第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确定的 中国是决心走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路 我绝不能再撤回来闭关自首 绝对不能 然后第三是中国对美政策是确定的 那这一点呢 我就想多说一点了 就是呢 它的内容就是中美两国的制度啊 它不一样 是各自人民的选择 就是要求你美国 你必须得面对这一点 你必须得接受这一点 你不面对不接受就不行 那么中美呢 谁也替代不了谁 谁也打倒不了谁 这话呢 就告诉你美国 我也是无意去替代你的 你可以和我呢 同样的这种发展 我不想替代你 你要当老大 你就当老大 我也可以跟你是并列的老大 但是你不能搞你现在这一套 狭隘的这一套 对不对 然后还说呢 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美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三原则 你要和我相处呢 我的对你的政策呢 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非常明确 我是想和你呢 相互尊重 和平相处 合作共赢的 那么拜登呢 他多次和习近平打电话的时候呢 他应该是 他对习近平的 这种对美政策呢 他是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他无法来反击 所以呢 他也多次的强调 四不一无一 但是呢 他私下里面 他有的时候呢 也是说一套做一套 这就说明这个美国呢 他的不明确性 他不确定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到底想干嘛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中国继续加强 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 是确定的 请注意啊 是经贸合作 在其他的方面 美国的目的呢 就是想让全世界的 这个政治呢 都变成和他一个颜色 都要实行和他一模一样的 这个政治体制 中国呢 跟你说这是不可能的 我跟你的合作呢 就是经贸合作 我这个态度呢 是明确的 但是这是我的一个态度啊 具体的做法当中呢 如果说你对我怎么做 我也会给你有一些反击的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中国同美方 开展多边协调的意愿 是确定的 我愿意跟你多边协调 但是呢 你非得做的话呢 那我也有可能说 我关闭 前两天就关闭了 八个方面跟美国的 这个沟通渠道 对不对 从以上呢 王毅所说的这五个确定 你能看出来 中国向美国卑躬屈膝吗 我不认为是中国 向美国跪了 求他呀 并没有求他 就是告诉你 我是什么样的态度 你应该配合我 你要是不配合我的话呢 那我有可能是会对你 有一些反向措施的 对不对 并没有向他跪了 那这一次王毅去开联大呢 同时他还在另外的一个场合 他还提出来了一个 说我们中国在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方面呢 我们是寸土不让的 王毅还用了一句古话叫 宁师千军 不师寸土 这个决心是很大的 以上王毅的这五个确定 以及这个宁师千军 不师寸土 这个调子呢 和我之前所读的那个复旦大学的院长 所写的那个相识三十年 不出特殊状况 相识三十年 不排除中间提早摊牌 其实是一个意思 对不对 其实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中国政府呢 还是非常的有定理的 有它的志向 有它的计划 有它的宏图 中国整个的步骤呢 并没有被美国所打断 也没有被美国所打乱 好 这是这个第一方面的内容 第二方面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俄罗斯呢 在今天 普京啊 在克里姆林宫啊 签署了新地区 加入俄罗斯的条约 并且呢 和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呀 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呀 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领导人 进行了会面 之后呢 在红场啊 说是举行了特别盛大的这个音乐会 普京呢 还出席了这个音乐会 普京在这个音乐会上面 做了一个讲话 那普京呢 就说呀 说今天呀 签署四个新地区加入俄罗斯的这一天 是历史性的一天 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呢 当然是历史性的一天了 那普京呢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呢 他绝对是一个伟人 是一个巨人了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 我看到今天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 就有日本广播协会的记者啊 就问说 据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将单方面宣布吞并乌克兰的四个省份 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这些单方面行为 中方怎么看这件事 毛宁就说呢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始终主张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 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注视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 我们希望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 中方愿意同国际社会一道 继续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那么我们看到以上所说的呢 那几个应该也是王毅这一次 在会见乌克兰外长的时候呢 所提出来的 那么对于俄罗斯的这件事情上呢 美国一直要求各个国家站队 那么中国和印度不断的被问说你站哪一个队 那最近呢我也跟大家说了哈 我发现就是中国和印度呢 在这个问题上统一口径 他的回答呢一模一样 一个字都不再差的 中国就是说呢 我们站在和平的一边 那我发现这个印度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呢 他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站在和平一边 一模一样啊 我希望呢就是中国和印度将来呢 有更多的这种默契这种一致 将来会是这样了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呢 今天他也表着态 他就是说呢 我们会继续承认乌克兰现有的这个边界 而且呢 我们会支持乌克兰来维护他的边界 夺回他的领土 同时呢 他们美国又公布了说呢 他们下一阶段呢 给乌克兰提供124亿美元的这个军援 同时又要求说呢 欧盟赶紧的啊 给乌克兰这个打钱 乌克兰这个月呢 又要发工资了啊 每个月的时候 乌克兰呢 维持他政府的运转呢 都要50个亿 这50个亿呢 好像是就由美国和欧洲的轮流 来给他进行提供 美国呢 现在就要求欧洲说 赶紧打钱啊 别让他们断了顿 别让他们吃不上饭 美国的这种态度呢 是预料之中的啦 他怎么可能承认 俄罗斯的这个边界的变更呢 这是不可能的 还别说是他今天不承认了 明天他也不会承认 今年他不承认 明年他也不会承认 我估计呢 相当长一段时间呢 他都不会承认 除非这个乌克兰呀 被刮分了 啊 某一天乌克兰 如果被刮分了的话呢 那就乌克兰不存在了 可能他们也就承认了 那普京还表态说呢 乌克兰你最好想清楚了 不要对人民这个犯罪 不要再去逼人民啊 你如果继续去逼 其他的那些州的人民的话呢 那那些州 如果再有其他的州 选择病入俄罗斯的话呢 那俄罗斯也会帮助他们的 这是对乌克兰的一个警告 所以说呢 下一步那会怎么样呢 那么这两天呢 我听到哈 有的专家了说 下一步呢 估计北约就会吸收乌克兰 加入北约 只有加入北约 才能保护乌克兰 不被俄罗斯所吞并 我认为呢 这不会实现 这不会实现 你要知道 北约呀 他考虑吸收不吸收 乌克兰加入北约 并不是考虑的乌克兰的利益 而是考虑的北约的利益呀 如果说之前的时候 乌克兰就是一个炸药桶 你如果吸收到北约的话 它随时会炸 那么现在呢 乌克兰这个炸药桶呢 它这种爆炸性啊 它一炸的这种特性呢 更强了 而不是弱了 所以呢 北约不可能把乌克兰 吸收到北约里面 更加的不可能了 好 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呀 在今天的时候报道说 中国干线客机C919获得型号合格证 运计首架飞机将在今年年末移交给订购者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呢 中国民航局啊 在昨天的时候 已经向中国民用飞机公司 C919飞机颁发了试航证书 千呼万唤是出来的 这个证书呢 终于是拿到手了 那么下一步呢 就会交给中国的航空公司 预计呢 很快呀 在中国 C919这个飞机呢 就会投入使用了 很有可能 我下一次如果回国的话呢 在国内如果进行这种跨省的旅行的话呢 很有可能就能坐上这个C919这个飞机 那习近平呢 还参加了这个仪式呢 这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习近平参加这仪式的时候呢 就说呀 赞扬了这个C919这个项目的 所有的这些参与者 他说呢 你们是国家的栋梁 英雄和功臣 在你们的努力下 大飞机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在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继续合力攻关 要把安全可靠性放在第一位 消除一切安全隐患 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好 这个安全啊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我记得我在出国之前啊 或者说是十年之前吧 那会儿呢 就一提起中国的这些东西呢 就觉得说好像就是不安全 但是我们现在呢 你就看波音这个飞机 你就看航天这个方面 对不对 中国是最靠谱的 涉及到这个生命啊 涉及到这种安全性的东西呢 中国还是很靠谱的 如果有一些小的东西呢 可能中国呢 有一些好像质量不是很好啊 就是你比如说一支笔啊 然后你这个笔帽就经常用着用着啊 说它就碎了呀 什么的那些啊 都有可能的 但是呢 就是这种大的方面 大的方面 那些火箭呀 对吧 卫星啊 那些东西 还有呢 中国的那些战机 中国的很多战机都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嘛 什么战机啊 还有火车呀 什么的这些啊 中国的这个事故率其实还是很低的 其实C919啊 不是中国第一个民航使用的国产飞机啊 之前的时候我也给大家介绍过 之前也有那个支线飞机 什么ART的那些系列的哈 都有的啊 中国自己生产的飞机啊 很安全哦 好 最后呢 再一次的祝贺C919的这个项目 所有的参与者啊 也祝贺中国 祝贺中国政府 祝贺中国人民 最后呢 也祝祖国生日快乐 越来越繁荣昌盛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